在金融界工作过的人都知道 现金流量折现法是衡量资产价格的主流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苹果公司的估值是多少 可以把我们预估未来的收入全部列在一张表上 通过一个折现利率来计算今天的价格 举个例子 当利率是3%的时候 今天的100美金存一年后变成103美金 反过来看 明年的103美金收入折现到今天的价值是100美金 如果利率提高到10% 明年的103美金今年只值93块钱 在估值计算中使用的折现利率越高 计算出的资产价格也就越低 不同的分析师可以选用不同的折现率来计算资产价格 但美联储的利率或者说某段历史时期的平均水平 永远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数 我们知道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 美联储利率在5%左右 为了挽救美国经济 美联储在2008年将利率降低到了几乎是零的位置 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了2015年 然后缓缓上涨 今年3月到达2.4%之后就没有动过 换句话说 过去10年越来越多的投资人 已经习惯用越来越低的利率来计算各种资产的折现价值 这个因素带来的资产溢价和企业盈利增长带来的股价上升是没有关系的 它是一个纯粹数学的差异 所以当美股指数在降息的呼声中屡创新高的时候 投资人一定要分清楚 有多少资产价格上升是通过未来经济增长实现的 又有多少是分析师通过调整折现率变系法变出来的